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外资不会让它蹲下来太深 因为你看全球股市 美国创历史新高 日本更是大涨 日本更是大涨 我们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的部分 昨天欧洲是小涨 因为感恩节 本来市场现在就比较清淡 美国昨天是休息的 美国昨天休息的 那亚洲股市今天日本继续大涨 今天日本继续大涨 日本昨天涨了200点 170啦 最多涨了220 今天又涨143 日本真的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这样一路冲出去 你看从16100到18000 快到18500了 已经2400点了 已经快要15%了 涨了已经快15%了 台北股市也只有3%而已啊 怕什么是不是 日本都已经涨了快15%了 台北股市在涨3%而已 不要那么没志气 果然今天台北股市上来了 可是今天有一个问题 今天台北股市虽然涨 可是你不能忽略一个问题 就是感恩节 感恩节外资法人他们应该也是休假 所以市场会来的比较低迷一些 所以你看今天大盆的成交量 今天大盆成交量预估量只有587亿而已 那加上 今天的盘面里面很明显的银行股很强 旺旺宝已经连续涨两三天了 那整个银行股今天涨幅2%了 第一宝涨到8% 富邦金涨到2.5% 大盘预估量都不到600亿 结果银行股 富国泰金也出来抢钱 那这些银行股 你看星光金已经连续三天了 星光金也连续三天了 连续两天了 因为银行股普遍都有价格偏低的味道 可是你想喔 大盘我们刚刚讲过 大盘预估量只有593亿 这些银行股再出来抢钱 那电子股会不会受到资金的排挤 这一点你就要小心喔 这一点你就要小心喔 所以当大盘无量银行股出来 顶着抢钱的一个状况 那么电子股的部分你就要注意喔 电子股的部分你就要小心喔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重点在选股 你不要担心整个 你不要担心此处的问题 你做台词请我没意见 你如果做个股的 你该以个股的选股为准 你该以个股的选股为准 你如果没时间没带我走啊 我们做得很漂亮啊 对不对 今天大陆股市的部分 目前你昨天是沙尾盘 今天又开了高盘 那大陆股市也有一副不想下来的味道 那台湾这边 可是你还是要有危机意识喔 我不是说大陆不好 大陆长线还是看好的 可是因为指标已经在高档 上阵的指标 跟深圳的指标 全部都在高档 所以深圳就比较弱 目前跌0.5% 所以危机意识还是要有 所以不要去做过度的追高 有下来我们再多买 OK没问题 今天互生2X 又创新高 指标也在高档 所以我们11.85买上来的啦 我是无所谓啦 只是你们在追的时候 不要过度的追高 我昨天已经先卖掉一半 买一半老一半感情较不算 有下来再接就好了 这是策略上的一个运用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电子股重点就在选股 你看我们的股票 56.9 汉宇伯德 外资昨天持续加码 可是指标高了 我也不建议你去追 我也给你探柜才趴啊 6176的瑞宜 昨天压回了4%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压回是给你机会 你敢叫喔 我们昨天5756 一样在加码 今天上来了 58了 那昨天买是不是很漂亮 对 整天买是不是很漂亮 所以你跟着我做 你就能够放心 跟着我做 你就能够放心 包含 2915 润泰全 今天继续涨 已经58.4了 你看我们57 我们51还在加码 我们真正成本是在42.4 已经探30% 我们连51都还在加码 继续喷出 继续喷出 五路财神第二档 有没有看到 五路财神第二档 我不是没告诉你喔 上礼拜有来听讲座的 我也告诉你了 礼拜一礼拜二连续两天送资料 我也告诉你了 你看你都有完整 你都有很好的机会 今天是礼拜我们对 礼拜四礼拜三礼拜一 礼拜一送资料在这里 连续两天送资料之后 喷出去啊 上礼拜演讲 我们在这里买的 不是拿给你机会 就看你敢不敢做而已 就看你敢不敢做 我看这种大盘这种量 很多人可能还是 心理障碍还是蛮大的 你有心理这种压力 来找林辰彦嘛 让我帮你嘛 对 让我帮你嘛 我们强势股是一档一档的 推出 我们强势股是一档一档的推出 对 这一档要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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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来谈一档 今天强势股出去 我们来谈联军 三四五零的联军 哎 联军今天也大涨了 那联军今天为什么大涨 因为今天有一支鼓调 开盘很快就拉涨停 3081的联雅 一开盘就拉涨停 那最近大盘有那种在拉跌深 低价的股票 尤其跌很深的 比如说3406 郁金光有没有 跌很深 郁金光 跌很深啊 对四百块 下到存三十八块 剩下十分之一啊 有没有 四百一 剩下三十八 是不是剩下十分之一而已 剩下十分之一 然后财报发布出来 第三季转亏为盈 你看最近的撩到这样 每季都赔个三块四块的 第三季转亏为盈 马上市场就下去抢了 所以最近有那种拉跌深股票 很明显的一个味道 那3081联雅 这也是跌超深的 从六百块跌到剩两百块 剩下三分之一而已 六百下到存两百 那当然业绩衰退没办法 股票市场就是这么现实 你看业绩衰退 这个比去年同期衰退了五成 所以整个获利也是大失血 从一季赚六块 降到剩一季赚两块钱 那今年前三季赚了十块钱 跟去年赚了十四块 今年是差了很多 可是昨天在法术会上面 公司派特别谈到 光通讯的订单开始回流了 第四季会有比较好的成绩 公司派一讲话之后 马上今天就抢了 所以我说 这个市场不敢做的人 还是不敢做 敢做已经在场交易的人 其实是很积极的 你从极当股票身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是很积极的 所以联雅一拉涨停之后 当然我们不会去买联雅 这么贵的股票 光通讯联雅下游的封装厂 光通讯的封装厂 哪一档 就是三四五年的联军 联军负责下游的封装 当上游订单开始大失血的时候 而联军的订单完全不受影响 今年还是两成的成长率 今年的获利还是很有看头 前三季还是已经 已经到了八块钱的获利了 去年一股赚十二块钱 今年还是能够维持在高峰期 当然股价也跟着一起被压低 从一百九压回到一百一 压回到一百零 那联雅都动了 联军单间也跟着动了 联军间单也跟着动了 一咖啡都开始动了 其实我们会员在前两天 113、110已经开始布局了 我的习惯本来就是 在昂金还没涨之前 专找最赚钱的公司 去做低档的布局 我们VIP会员前两天 113跟110已经布局了 那今天涨到118 我觉得这只是开始而已 因为有联雅的带动 这个底部跌一百九 跌到一百一千 现在双底已经打出来了 至于高峰都要开始叮动了 也是一档底部的好股票 所以今天在强方出席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3450联军 喜欢做高价股的人 你可以锁定来做注意 那还有哪些股票 剩下最后两个月 就要过年了 能够涨个50%的 礼拜六 梁康奖座 林大燕邀请你来听 五十标股俱乐部 五十标股俱乐部 礼拜六下午 两点中立 晚上七点台北 报名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欢迎大家进来 约报名 我们下午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